大家好,我是蓝爷,欢迎收看蓝爷结束三国杀国战 怎么时间已经很晚了,怎么最近可能自己有点过于玩多了,最后就经常是 可能视频更新有点晚 嗯,先看吧,我们选了张辽和徐处,看怎么有什么发挥呢 然后怎么先默默的开个桃园,过个拆架,拆的太明显了 行吧,不让拆就不让拆了 结果这个邓爱不知道哪个金当初来捅我们一刀 这疼我们一刀完全没道理,难道说我就是因为我们拆了拆了一号位 而且别说再说拆一号位好像什么事 拆一号位是想干嘛,你觉得拿一号位放了个南蛮 或者说这一号位就变成位了 后面那么多人现在开始搞,不过这里除了那个邓爱和国家那可能不太好打 这四马一开始亏牌呢 我看过,看着好像这么这个录像 看过呢 为什么说看过呢,这回印象有点深了 然后我,我怎么这个肯定看过呢,这录像 绝对是看过的,可能没几时删掉 绝对是看过了,这三大五 浪费表情了 因为我记得这份三大五这一期视频绝对 但是为什么是我看过呢 嗯,我还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深了那 为什么不亮,不亮那个,不亮,不亮咱俩去突袭 结果咱们后面还裸一片,裸摸了一个也在进攻 嗯,我们这里上来各种各种各种浪 嗯,一号问,四号问,又是蓝蛮,又是万箭 瞬间打掉了庞桶一条面 嗯,咱们的话 这个,这个,甲银马没挂 我就不挂了,我觉得可以挂一下 啊,庞桶啊,庞桶都杀得有点酷了 你现在你杀出去 然后,他你,难道你就是连营就是为了这么连营的 嗯,可能这好多路下回合开始有技能的 这个回合开始闪血掉血 嗯,反正不,反正不是群吧 但是,这个当时闪血掉了血 有可能是瞬间 嗯,这个,这个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回合开始啊,摸牌阶段 还抽牌阶段,有这么几个阶段 这回合开始的,在没掉血的情况下 就只有,卫国,卫国争积,那个所谓回合开始 然后,卫国,老祖格,甘夫人 还有,外加外加一个,后面后面上线的,嗯,马蛋 没有别的,这加上,掉血,掉血状态下的,瞬间 那,那就肯定就是老司机了 嗯,然后恐龙,你都搞,忙,忙,注意事嘛 把牌全部,给,给,给, 嗯,然后摸牌阶段有技能的,摸牌阶段未果 嗯,张,张和,张和,夏和渊 那,他,他属于判定阶段,那个多条比较多 摸牌阶段,卫国,嗯,卫国,卫国,有哪些,张良,点文 张良,许楚,都是属于摸牌阶段 张良的描述,应该是放弃摸牌 改从其他角色扫上去,嗯,获得其他角色的牌吧 具体描述,我,不太很清楚了,我们现在都喊小偷 嗯,然后咱们这里吃鸡吃鸡看一下吧,孙权,那有队友了,咱们开稿 我们觉得,上甲完全有可能是群雄了,所以咱们这么搞呢 嗯,孙权,孙权,孙权就没有怎么,就没有咱们这么,就是没咱们这么有觉悟 为什么说,事好为他敢去搞司马党 不就是因为他有队友吗,他有队友,他才会这么浪 他会去医院弄死司马,弄死司马的真剑 完了,然后司马被热了 我臣服于你的动作啊,动作这一波哦 嗯,可以离让一点,多离让一点,就不要,不要强行搞司马了,赶紧离上牌 嗯,趁状态,你说压司马,压司马在写也行 但是我觉得你这恐龙都吃,然后这个,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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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鸟 你肯定,他这么打肯定不是问,然后又开桃圆,那肯定是,那这里肯定他就是群雄呢 要问他开桃圆干嘛,没人掉险,只有群雄掉险 然后这个时候,那咱们就必须能量了,那是,那原来是和他后 嗯,然后实在不行,咱们就开那门吧,也没什么好,好那个的 嗯,连弩开始秃秃秃秃了,反正,嗯,不秃啊 咱们这苦肉好像人品,咱们这苦肉真是人品啊,上来吃给你苦到一个连弩 嗯,咱们这几开,一直开始哭啊,我做生意啊,在原家进攻啊 嗯,拆了他八卦,知己知彼,我去了也没变看呢 这案件明显的,还有酒,还有头 别人家的黄干和自己的,家的黄干怎么区别,就那么大,没闪 还看,看怎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去剁了,去剁了二号位 嗯,打一个无限吧,反正无限用不完 嗯,这里那个,这那口,没选择,就那个,没选择,就坨子,知道坨子保不住了 嗯,连弩凸凸凸凸就完了,因为当时他也不知道咱们是什么身份 他就去去看司马,就是杀张奖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去顺手庞同那张手牌呢 你看,你看,你看,像这种,像这种能长,能长的,很长的黄干啊 啊,咱们女萌没什么了用,是黄干一个人,黄干一个人发挥了 再看一下盖子吧,盖子有时候帮你,帮你一起来,发起疯了,连自己都胖 哦,99分的手牌,咱们不停的撑点二张的技能 嗯,然后,这里增机啊,又不刷量,结果搞不了恐,纯纯个悲剧啊 啊,完了,这泥地好惨 还有人救啊,还有人救啊,还有人救,七号外救,六号外救 啊,这个时候肯定就说是大群雄了 不是,大,大魏国这么这么多魏,那怎么还亮啊 这已经全部是魏了,你打不打那都是魏 哦,连弩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就不客气了 我们给你一点,不要给你一点,怎么可以给夏家,或者给夏夏家 哎呀,桃,张八的话,怎么可以考虑自己,自己去拍你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去杀六号位和七号位,那里明显,明显的话 这火工好像不太好烧,怎么去烧恐龙去呢 看,嗯,看能不能弄死他 啊,不弄死他都不行了 哦,开个南蛮,南蛮好像开得不太好 南蛮绝对开得不好 啊,你也不怕出出什么国家草心啊 下去打不死,打不死,可能也打死盟国,赶紧给夏夏家打一个五线 绝对打不死,果然有国家,怎么把这波全部引诱出来 嗯,一二三,四,四张杀,还能不能,结果断肠了 是吧,断肠,反正还断肠谁,断肠谁呢 挖个连弩啊,这个肯定 去去,断肠好凸了,拿着他的连弩啊 托管,托管就表示没有啊 去两张伞吧,怎么那个 那个雌雄双骨剑,完全可以,可以啊 可以直接给五号位 对,反正你现在这种办法就是打算打一波呢 你没,你也没想过下一回合呢 啊,许胜啊,那行啊 这个你不要暴露啊 你这个完全暴露了,不太好 那做吧 然后我们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觉得要我,我可能就不,就不会,不会说去那个 去致敬啊 而且一个铁锁也没必要 就,就直接平卡就完了,铁锁,铁锁按键干嘛 啊,想想啊 所以啊,这个怎么,我可以说 虽然说这黄盖爆发力很强 但是怎么打发 这是有问题的,而且有很大问题的 你上来,你想刷牌可以啊 在前面已经跳到临位的情况下 怎么应该给装备给后面的再加上给孔 哦,你上来就直接贴个装备给,给灯按 不知道出于什么很考虑,而且最后咱们自己多致敬了 也就是说别人根本没机会打死咱们 那你为何还狭笔连,武器狭笔给 嗯,怎么这盘四五圈,油光一流连 障来,张鹤我们的八卦看来是保不住呢 结果没想到这个张鹤还这么给面子 这不如咱们八卦,郭江啊 这小桥谈的,小桥谈的真是好 谈到郭江了呢,郭江巴不得你谈了 这郭江子 你没闪,就是说在三个位已经被热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消他呢 现在肯定出来全部出来抗屋呢 而且最好打的就是灯按了 嗯,此人家进攻 来吧,你还挂连弩啊 原来有瞎瞎 我说你怎么敢挂连弩 原来是有瞎瞎 剩吧,剩吧,还有无线 只能四人说是为国掌握了大量的无线 算了怎么刀啊,卡不到人了 那怎么就只能鲜亮增击啊 我选择了母牌 可能就是灰血比较好 你灰血,你才有 才有资本 或者才有资本 卖的变化 行吧,然后这国家开了 嗯,现在不亮的肯定都不是,都不是未来 月经感觉消他 多多多摸点牌 谁卖到先机 谁卖到先机 只能,笨了 八张牌 看他搞出什么事情 嗯,看周园啊 在猜 还猜 有没酒杀 你没 还是没酒杀 也不怕出走态 我觉得你现在没必要,没必要 没必要 没必要消他 你现在消他干嘛 你消就消三号位 你不要消别人 哦,这出了一个最强辅助 国家最强辅助 当然肯定是,无力回天啊 我们有逃,救了 我觉得你 就说自己要觉悟啊 你明显自己活不了了 你什么牌都不要动了 你全部扔给草皮啊 是的 你什么牌都不要动了 我就直接全部扔给草皮 让他去去去去去搞 但草皮成多妙之后 可能别人就不会 不会再对 对草皮啊 嗯,有任何想法呢 这个要不然 你三个人老大 你去去去 三个人一起挨打 那么赶紧看刷一下牌 啊,我们的借刀杀人 你们选择用出去啊 嗯 这边选择性打死刘备 我估计打不死 那打死刘 刘备比较难 啥吧 咱们 看来讲刘备 还有个万锦七八 我想想肯定不敢来谈咱们 想想要敢谈咱们 那些捉死 换人王顿吧 还是喜欢八国阵 庞德啊 大嘴 大嘴 大嘴在干嘛 大嘴 你现在设你能设死人吗 不知道大嘴在想什么 要不老是藏着 老老是是呆着 啊 还抢人头吗 都是人头狗 看咱们能不能搞到铁锁 咱们先先搞那个呢 先搞 好香香 嗯 到底咱们前面为什么没留盾呢 大嘴 你还是 那你还能设死人才行 你根本是不是 这是两个屋 你们两个群是不是有优势呢 就说既然你已经 你们已经 救了 救了吴国 你就像草皮的输出啊 打到吴国 头上得了 神功迷糊 怎么办 去搞马腾 因为马腾一直 看上去是没闪的样子 那马没了 然后赶紧把马腾翻了 嗯 这里的话怎么就没必要去去 不要去调戏他了 调戏他干嘛 他的牌多 调戏他干嘛 嗯 这这这这拆掉他手牌 给他贴个冰 嗯 留一张黑纱 下回合还能调戏一下 哎呦 淘就行 淘就行了 要不没淘的话 你很难受的 单挑的话有什么牌 就出什么牌呢 当然 我们有时候可以说 考虑 还让我们过 我单挑的时候 可以可以留些 关键牌 下回合做准备 哪 在 在于啊 在于你自己 你的牌 你的鞋 就是足够 要不然你一起的话 那你什么牌 都没必要留呢 嗯 怎么没选了最强最强辅助 四五圈 原本出啊 怎么怎么召唤一下原本出才行 嗯 这个猪龙的话 出一个猪虫龙的好处在于 这个南蛮等一下再给放第二下 啊 觉得 觉得赵云 啊 如果猪龙再放一下的话 还还愿意 我只能说一号威脸倒霉呢 嗯 手把全部打掉 再开个南蛮 嗯 赵云赵云居然没有杀伞呢 再又一个南蛮 这个南蛮 嗯 放了三个南蛮 还有个万箭齐发 你们这些人都扛得住了 啊 这 这黄玉英就直接裸奔了 黄玉英也没想到 这些人什么都没有 也他们根本没想到黄中什么都没有 没杀没闪没逃 手机卡不够用 嗯 这一回合咱们不动啊 咱们开始录啊 看样子是有约军的样子 嗯 都吵吼啥 啥呢 你不怕弄所有 啊 嗯 这个是怎么就开始录了 这么多这么多乐不思索 我们杀孙权 啊 开始开始读啊 读黄玉英 啊 嗯 这赌是怎么就赚 没闪 没闪 没闪就不要去赌灯 啊 赌灯啊 赌灯啊 嗯 嗯 开始搞灯啊 你不管孙权是什么呢 行吧 但是我学的怎么 一边单挑 车是 压力比较大的 人家 人家出什么 什么状态 人家出什么状态 又有个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你 那你还只很久 咱 我这就是典型的不会 单挑你留什么牌 给你留闪 留酒啊 留那种保命的牌 来留些杀 杀杀就算是你摸的吧 不是我去的 你 智恒 这单挑王 给你王 给你王会了 就是给你王 王谁了 王废了 这么好的将 嗯 这个将就全部是位了 你选也得选 不选也得选 我们选潮批和国家 行吧 选择团队 行武将 你要选不动吧 你就选国家和邓爱 选国家和邓爱 比较有意思 曹操上来就直接尖雄 也不怕乐不失所 曹操反正搞得最多的就是 上来尖雄一档堆 什么 那什么去了 那什么 鲁南蛮万剑西大堆 去过最后 给别人一个乐不失所 去那么没呢 还尽当稳固 尽固稳固内政 这曹操已经 已经 已经瞎了 已经哭音在厕所 所以说前面如果他们选 登岸和国家 他们指不定要囤个钱 把曹操乐给解了 孙策和周瑜 这两个人知识 知识有点 有点 有点美妙 曹操已经放弃信仰了 你把他放弃就放弃吧 你曹操赶紧死了 把你的遗产留给我们 人可以死 但是遗产一定留下 你手上那个南蛮 我们收下了 嗯 阿扎也确实没什么硬牌能力 那个将士 另外一个将士 什么 另外一个将士 应该是好一点 配个什么甘霖也好 三 那些浪费啊 咱俩减排的能力呢 配个甘霖可以到处搞拆迁 这个人 这个人 上来上来不是位 后面又不是我 口罗 但是我们这么打 可能就比较过难 你这么打就明显的 在其他人的视角来看 肯定就只能给你 给你标无了 现在优势最高的就是无啊 难道说我们的 我们的那什么 我们的机制 我们的机制也好 或者说我们 我们可以装无吗 还是虚幼 虚幼的输出啊 够可以的 那虚幼你现在出来 是不是 我记得你是不是说 找了卫国的 给卫国大嘲讽来了 大卫大卫为欧数 如果我状态 慢慢下去了 那怎么尽量的 居然还去雷那个 捐去雷了那个 居然去 给潮屁 怎么不要给弄牌 给潮潮 可以自己留杀 准备开岗 马腾 赶紧把 吓得赶紧把连弩给拆掉 要应该拆掉连弩啊 然后怎么可以考虑拆了兵 暂时就不要冒险去杀脏脚那一刀了 怎么本潮潮出了再说 潮潮手上是很难满的 卖吧 怎么作为国家 能作为国家和潮屁都不卖了 就就就没有人敢卖了 潮个八卦 潮潮一张闪了 潮了一张闪给张脚 本来张脚没闪的 来吧 反正硬扎扎也是扎扎 嗯 其实我送了个桃给怎么不到 心态 然后我们可以去 去把案件全部给他翻了吧 哎 刚说又一个一代脑的时候 写过那里八号困厘嘛 不信 救吧救吧 你们你只能强行救了 不就也打不赢了 那张飞 那潮潮输出牌是怎么这里给过去的 十几张牌的潮潮也打不住输出 那也就只能证明 你就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呢 打卫国 打卫国之后 你稍微给他你喘气的空间 卫国就直接立马原体复活了 这区活 这区活 好的也只能相当于 号码弄一张牌吧 但我觉得幸运 你要从 从那个 从 呃 从大局来讲 你去虎 你去打草拼 等他把恐龙给翻了 画上怎么的观世符子 就属性上马腾了 哇 你恐龙是什么牌 又一个难门 死了 肯定死了 等一下不是我们的伸手牵羊 还有一套 怎么不要留套 怎么怎么不要留闪 我家本来就不招打你 留那么多闪干嘛 你把闪全部扔了留闪 你闪干嘛 反正没人打你 你到时候你知道单条摸杀也多难吗 你是 是没吃过单条 单条摸杀摸杀困难 不得亏啊 有时候摸三四个回合都摸到摸不到一张杀 时间很晚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